而明熙因为参加节目《星身不息一唱惊人》 说这么快 这个星期日晚就会播出香港版的最后一集 而Gigi早前已经完成在长沙的工作回来香港了 说起这一百天的旅程 Gigi也相当不舍得 其实回香港是有点兴奋的心情 但是同时也很不舍得长沙 是真的非常不舍得 还有我们唱完之后 其实有个慶功宴 然后我就做了一些小小的举动 其实也不算说小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举动 然后我的化妆师也在帮我 因为我不敢出声 但是到那天我觉得我必须要出声 我们两个不太说话的人 就在问各位老师 但是我就不告诉大家我有什么举动 然后可能我之后会展示出来给大家看 接下来17号 Gigi会出活动 跟很久没见的歌迷见面 她都说相当期待 这次参与节目声声不息 比不同地方的观众 见识Gigi的歌唱实力之外 她自己也解锁了不少新技能 而最后一集 节目组都安排了一个挑战给Gigi 由Gigi这位新生代歌手向林子祥致敬 Gigi不知说得有板有眼 还相当感人 其实这一段致敬词 大部分、大部分、很大部分 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写的 然后我亦都很惊讶 就是完全想不到她竟然会让我去说 因为我大家都知道 如果熟悉我的人 应该知道我是一个说话非常慢的人 而且不是太懂得说话 然后呢 我当时非常非常紧张 因为我真的是第一次在台上说一大堆东西 这个字敬词真的写得太好 然后我就 我本来想着忍着不哭 彩排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哭 因为我是忍着了 然后到正式的时候 我本来想忍着 然后我又见到沙利姐姐和林老师 他们在哭的时候 我就觉得OK 哭 然后大家都在哭 然后也幸好 整个演讲是非常之 或者整个致敬词是非常之美满的 Gigi感恩因为这个节目 令她认识到不少前辈歌手 韦韦都很照顾她 尤其是林 还给到她爷爷的感觉 沙利老师和林老师 她们真的很喜欢我 例如我有一次感冒 然后沙利姐姐 我都不知道她在哪里听你 她就立刻打电话说 你是不是这样啊 我这里有点弱了 然后林老师她也是鼓励我 就是我买比较害臭的 然后她会主动过来 不要害臭 放开一点 她就会好像 真的好像爷爷那样 真的好像爷爷那样 去跟孙女说话 然后除了她们两位老师 其实还有很多老师 都对我非常之好 整集节目中 我们见证到Gigi不断成长 挑战不同的舞台 其中飞飞 这些深淡的舞台 更大获好评 在最后一集 Gigi会跟曾比特 安琪 以及毛不宜 以百老会识歌舞演绎快歌 微飞识舞 Gigi的唱跳实力 又提升了不少 不过Gigi很谦虚话 这些都是节目组 和老师们的功劳 其实我一直以来的目标 或者是一个期望 就是希望可以拿到经验 如果大家看到 我在不同阶段的自己 都有不同的我去展示 或者是大家看到一个进步的我 就是证明了 真的进步了 还有我觉得 在这段期间 其实不单止是我自己一个人 去向前 其实我们整个团队 或者是整个 节目的工作人员都好 他们都一直在前进 帮着我们 所以我的努力 其实不可以说 只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努力